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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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来宾 我们都知道佛教在亚洲的兴起与传播是人类文明史上的大事 佛教从一个地方性的信仰飞跃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宗教 在人类的发展脉络上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佛教进入中国之后来成为我们中国文化非常重要的 不可或分的固有的部分 一直到今天跟历史上的情况非常相似 古代的丝绸之路除了是一条物质交流之路 它同时也是一条信仰之路 今天佛教依然在一带一路各文明体之间的融合中间 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今天我们非常有幸请到两位重量级的嘉宾 围绕着佛教跟一带一路的关系 进行一次比较深入的探讨 我先给各位简单介绍一下今天的两位嘉宾 两位嘉宾也非常特殊 一位是资深的学者 出生五十年代 一位是一位高僧大德 出生于六十年代 两个人的体验非常不一样 待会我们也会问他们一些个人体验的问题 我们的学者是非常资深的魏道如教授 魏老师是中国社科院的学部委员 中国社科院佛教研究中心的主任 我们都读过他的书 一直到去年他主编的《世界佛教通史》 非常大不头的非常重要的著作 我们待会也会聊到 另外一位是我们的济群法师 济群法师是戒状佛学研究所的所长 我们对戒状佛学都有所了解 他是学修兼养的高僧 同时对学术也充足了很多经历 有很多的心得 我们就欢迎两位 我们欢迎两位到来 因为济群法师跟魏老师都是学界和教界的代表人物 应该是最有发言权的 那么我们就先从个人的经历入手来谈起 我想魏老师跟济群法师都很有代表性 我想代表了听众 问两位 两位是怎么接触到佛教的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对佛教有所体认 因为不论是作为研究对象来说 还是作为信仰来说 我想这个对我们大家都会有所启发 那么要不就从魏老师说起 魏老师先来 魏老师先来 我自己是非常困难的事情 所以我把我接触佛教的经历 简单地给大家汇报一下 1981年 我读本科四年级的时候 我选修了西北大学历史系高阳教授的印度古代史 在学习这门课程的时候 我就接触了佛教 然后到第二年我就读他的研究生 这个研究方向是印度古代史 当然印度佛教史就成为一个重要的内容 通过这四年的学习 使我体会到三点 第一点 研究印度佛教 如果不懂汉文 不懂汉文的资料 这个困难是很大的 因为印度佛教从公元前六世纪到公元后十三世纪 这一千八百年的历史中 如果没有汉文的资料 许多事实 我们根本就不清楚 我们就无法把印度佛教一千八百年的历史 梳理出来一个清晰的脉络 我们对许多的佛教的教义根本就不知道 第二个体会 我感觉到印度佛教啊 由于它产生于印度文明之中 它所倡导的世界观 方法论 人生观 价值观 它所实践的生活方式 修行方式和弘法方式 传教方式 都和我们中华民族固有文化 有着非常大的区别 如果我们要了解中国的佛教 不了解印度的佛教啊 就会产生许多的困惑 第三个认识 我就是当时想啊 印度佛教对我们来说 已经成了遥远的过去 因为它在公元十三世纪 就逐渐的消亡了 而现在影响着人们的佛教 产生着旺盛的生命力的佛教 在整个世界范围内来看的佛教 就它的核心内容来说 就它的主体内容来说 它是中印两种文化 在长期的全面的深入的交流互建过程中 产生的文化结晶 不了解中国佛教 就很难说能清楚地认识印度佛教 更谈不上认识当今的世界佛教 所以我在1987年就报考世界宗教研究所 学习中国佛教 导师是杜继文和杨曾文两位先生 博士毕业以后我就留所工作 一直以佛教为自己的专专业研究对象 没有左顾右盼 没有瞻前顾后 一直走到今天 算起来也就38年了 38年来没有做出什么像样的工作 但是对佛教也可以说 有了一些浮浅的认识 在我看来 作为中印两种文化 交流互建结晶的一种世界宗教 它有一个最大的特点 就是能够随着历史发展的脚步 与时俱进不断发展 它有旺盛的生命力 有广泛的适应力 它不断地向不同的民族 和不同的地区发展 尽管我们把佛教看作一种世界宗教 实际上在2500多年的历史中 它的90%的时间 只是一种亚洲宗教 它成为世界宗教 它走出亚洲 只有200多年的历史 这给我们一个启示 就是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 佛教向外传播的速度在加速 向外传播的地域更为辽阔 所以我认为佛教不仅在今天 影响着许多的地区和许多的人口 在未来 它也会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 发挥积极的作用 拓展越来越大的空间 谢谢大家 谢谢魏老师 那么接下来我们请这群法师 谈谈自己的看法 我是出生在一个佛教的家庭 从小是受到父母亲的影响 所以大概十七八岁就出家了 出家了之后呢 我就上中国佛学院 然后随后啊 几十年时间 基本上都没有离开过佛学院 所以我几十年出家的生活 基本上就是从学习 教学和弘法中度过 那么佛学院的教学 为我在教理的深入的学习和研究修行方面 打下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 那我在这个教学弘法的同时 教学的同时 同时也非常关注社会的问题 也非常的关注 就是深重修学的问题 以及佛教如何才能够健康的发展 所以伴随着我的教学啊 我基本上就是在做这样的三件事情 第一个呢 就是弘扬人生佛教 因为我看到这个世界上呢 每一个人啊 就是在我们的人生中 我们都有很多的迷惑 困惑 也有很多的迷惑 那我们知道佛法就是宣称 它是一种人生的一种大智慧 它的最重要的作用 就在于帮助我们 如何的去解决人生的迷惑和烦恼 所以在我几十年的这个弘法的过程中啊 我会针对社会 现实人生存在的各种问题 基本上可以说从现实的问题 到生命的永恒的困惑 从佛教的角度 对这些一个一个问题啊 都提出从佛法的智慧 究竟怎么样来看待这些问题 怎么样来解决问题 那么关于这方面的思考呢 我牵扯到的面其实也是蛮管的 比如说从现实层面来说 比如说这个 关于财富的问题啊 家庭的问题啊 幸福的问题啊 成功的问题啊 以及企业家 如何做好企业的问题啊 那么关于人生的这些问题 现实的问题很多 我们多半呢 因为对这些问题啊 如果缺少一种智慧的认识啊 可能每一种问题呢 我们在处理的过程中 它都会给我们的人生 带来制造很多很多的烦恼 因为我们人生中的每一种烦恼 都是跟我们对某一件事情的处理 是有关系的 所以 关于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和解决 我在这个几十年的过程中 我做了大量的演讲 并且这些演讲 目前也都整理成的小重书 我们在上海古迹出版社 我们也有出过一套这一方面的重书 那同时呢 除了现实的问题之外 我们每一个生命还有永恒的问题 所谓永恒的困惑 就是 我是谁 生从何来 死往何去 生命的意义是什么 人为什么活着 等等 那么这些问题呢 事实上呢 我把它称为是生命的永恒的困惑 作为一般的民众 其实每个人都会 每个人生命里边都会有这种困惑 但是要通过自己能够把它想清楚 能够把它解决 其实是蛮难的 那么我呢 会从佛法的角度 对这些问题 提供了佛法对这些问题的认识和思考 那么这些相关的内容呢 目前也都整理成一些书籍 那么我在对这个人生佛教思考的过程中 它让我看到了佛法对于人生的价值 就是真是可以帮助我们 去究竟地解决人生的困惑和烦恼 那么第二个方面呢 我关注的是关于就是修学的问题 作为我们的一个佛教徒来说 每个人都要修学佛法 那么究竟怎么样修学 不管是在家中还是出家中 因为佛法博大今生 比如说尤其在今天这样的一个全球化的时代 在这样的一个知性高度发达的时代 我们如何才能够快速地掌握佛法的要领 并且能够在修学上 真正地能够走上这条菩提道 因为我们修学佛法 我们要做的事情无非就是 要从迷惑的生命走向觉醒的生命 所以修行事实上是一条道路 这条路到底是怎么走 那么我在几十年呢 在这个思考的过程中啊 我发现了佛法的共同的核心 那就是解脱道菩萨道 那么同时呢 佛法事实上呢 就是要给我们提供一条 它的核心就是一条觉醒之道 就是一条觉醒之道 同时我也发现了佛法的修行有五个要素 是我们必须要掌握的 那就是皈依 发心 戒力 正见 直观 如果我们抓住了这个五个要素 我们就能够快速地掌握佛法的要理 所以呢 在这个佛法的修行的信仰的道路上 我通过这样一个探索 我自己呢 对这个修行的道路也越来越清晰 越来越有信心 同时呢 我也希望帮助更多的人 也能够在这个修行的道路上 能够目标明确 方法正确 次第清晰 每个人都能够走在这个菩提道上 然后对于这个教界的现象呢 这个因为佛法的弘扬 也关系到如何能够这个佛法能够健康的发展 那么在这个五大要素的基础上 我也提出来的 就是未来佛教界的健康发展呢 需要做好六大建设 这个六大建设呢 就是人生佛教建设 信仰建设 大乘精神建设 大乘解脱道建设 修学赤地建设 还有教制建设 如果我们对佛法的传承 我们能够立足于这个六大建设 我想我们的佛教就能够健康发展 所以我在这个出家的生涯中 伴随着我对这个几个方面的思考 使得我对佛教对人生的价值 越来越清晰 使得我对这个修行的这条道路 以及这个佛教如何能够健康发展的这条道路 越来越清晰 所以我会把这样的一个思考 也是希望能够去帮助更多的人 我们非常感谢祭法师 从个人信仰体验的角度 还有佛教在当今社会发展的角度 进行了很深入的探讨 我们也感谢魏老师 从自己的学术历程 自己对佛教作为研究对象 这样的一个角度 给我们提供了非常丰富的信息 我们下期再见